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3号星期一 今天还有小伙伴来跟我说 坏了坏了 孙东哥要出事了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要撤 你讲 这应该不会 暂时不会 没有那么疯狂 我觉得即使把什么香港 或者上海的领馆关了 也不能把北京大使馆一撤 那就中美就断交了 好吧 就是说区别就是这样 美国驻北京的这叫大使馆 其他大家叫领事馆 按理说领事都在大使的下边 你懂吧 所以北京的大使馆要关了 那就断交 其他领导就全撤了 知道吧 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子 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错觉 是这样 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 定于8月4号明天 位于北京顺域区的 美国使馆仓库 要举行拍卖会 要把他的一些物品要都卖掉 包含了什么家具 电器 电脑 还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破损的物品 都卖了 要清仓 他们就说 这好 清理拍卖 这准备要撤了吧 应该不是 以前 美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也搞过 2018年的7月份的时候 美国驻伦敦的使馆 也举办过拍卖活动 而且当时搞的非常有意思 拍卖什么 在伦敦的拍卖的1200卷 上厕所的厕纸 还有756卷的厨房用纸 起拍价为100英镑 就100英镑 买1200卷厕纸 当然这拍卖 你如果觉得合适 你可以101 102点往上加 还有一部照相机 外加一个相机包 开价就1英镑 一辆二手的卧尔卧汽车 起拍价1800英镑 反正你就看着美国大使馆 也够穷的 2018年8月 驻瑞典斯泽哥尔摩尔大使馆 也举行过拍卖 包括什么床架 卧室的家具 吊灯 扬声器等等 所以这个倒是 的确确 以前也这么搞过 所以也不能说 拍卖清理财物 就表示要撤了 但是看到这个 我想起来之前 我们报道一个新闻 是2020年的5月30号 我们的第2327的时候 当时我说到 说美国领馆拍卖了 在香港的地产 这个的确是准备要撤私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香港地产 美国政府持有了 差不多72年 打买了就没有卖过72年了 结果把这个叫 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宿舍的 叫南区寿山村道 37号的六栋洋房 全部出售 估计达到了100亿港元 反正不说撤 最起码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现在对香港的市场 有疑问 就是说 它的房地产市场 它的地 还有这些 这算卖地 也算卖房子 连地带房子一起卖 就是说 他觉得这东西 日后可能要不值钱 觉得香港 一国两制结束了 冲击掉到 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香港的经济 对香港的房地产都有冲击 我觉得最起码 这个是代表 它对香港未来的经济的 不看好 觉得我现在再也不卖 我可能后边 我可能要赔钱了 最起码要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领事馆知道 美国要对香港进行经济制裁 一旦进行经济制裁的话 对香港的整个的经济 房地产 都会进行巨大的冲击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从这两个看 我觉得 反正最起码说明 中美之间的关系 日后肯定不会走好 反正最少美国 从大使馆到领事馆 都是 就是说 看衰 就是说 对中美关系都是看衰 都是觉得 可能会越来越糟 最起码 我们要轻装减刑 随时准备 打包回家 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但是我觉得短期 短期应该还不会出现 我计时 虽然我说4个月之内 我认为中美有可能在南海 就是干一干 碰一碰 但是我认为 双方即使 就是说碰了一下 小范围的军事接触了 也不会轻易的 就彻底断交 就把北京大使馆撤了 就是说拒绝对话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短期 最起码 我觉得在今天年纪之前 不会达到 不到结果 习近平同志也不会允许 习近平是个赌徒 没有问题 但是习近平现在在赌的是 今年的美国大选 习近平在看 就是11月大选 想看看拜登能不能赢 对不对 到底是拜登赢 还是川普赢 他在赌对吧 在那之前 习近平不会跟美国 不关系搞到泰疆 万一要拜登赢了 对吧 所以也不好说 当然即使川普赢了 我相信也不会搞泰疆 只不过就是说策略上 要有所改变 连金灿荣同志 就是不都全日的 不都说了吗 说你指望着拜登能打赢川普 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 最起码驻北京大使馆不会撤 那么后面有没有可能升级 就是说什么上海 香港领事馆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而且昨天我们香港政府 还通缉了一个美国公民 通缉了一个就是说什么 他那个人是一个原先 好像是个香港人 然后在香港就参加民主运动 然后还是个小 就是说小头目 或者领袖似的 跟黄之峰似的 最后那是个美国公民 也通缉了 通缉了之后 你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以为他们弄了国安法之后 就不对外国人下手 只对了香港人下手 结果现在看来还真的 就是说他国安法 当时我们不也说 定的就是说任何国家 任何人 你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认为你影响到了香港的国安 你到了香港我能够抓你 你这么搞的话 真的是上管天下管地了 我的天 反正咱看 我看其实我对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 我是不看好 我对我觉得 可能日后这个是要出问题的 香港这会儿 你只能越来越激烈 暂时看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没想到中国这边 真搞 我觉得国安法出来吓唬吓唬得了 没想到玩真的 好吧 咱们看看 好吧 这一讲到这 谢谢大家